我们来准备一些木耳 还有黄花菜 分别用清水泡发 再来准备一块瘦肉 先洗一下 我今天用的这一块肉呢 叫梅头肉 也叫肩胛肉 是猪身上最嫩的一块瘦肉 把它切成厚一点的片 然后来调一下味 加入生抽 蚝油 点点胡椒粉 一勺淀粉 搅拌均匀 最后再来点食用油 拌匀 腌制一会儿 市场上买的一些杂不足 我们用清水洗一下 木耳跟黄花菜泡发后洗干净 把水分挤干 然后放到瘦肉里 再来点食用油 拌均匀 取个刷锅 加入少许油 油温热了之后呢 我们把姜葱蒜放进来先炒香 接着放入腹煮 腹煮稍微翻炒一下 然后就把我们的肉片铺上来 淋入一碗开水 调中火焖10分钟 接着再来调一个淀粉水 半碗清水里面加入一点点生抽 一勺淀粉调开 时间到了打开盖 稍微翻动一下 然后淋上薄薄的淀粉水 再来点葱花点缀一下 我们知道吃起来香喷喷 暖烘烘的肉片腐竹 黄花菜包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我是小坏 喜欢我的视频 您记得关注哦